大家好,我是George So 我們公司從事檢測,是用光譜 這個機器不是一個人用 你可以整個家人用 隨著年紀漸長 George越來越關注健康隱患 加上遇上新冠疫情 他三年前成立這間 研發便攜式檢測儀器的初創 目的是讓人安座家中 都可以做到多種疾病檢測 現在很多時候是有很多光譜出現 通常一半在大陸實驗室 一個機器比較闊一些 不像一個手提的光譜 可以一起帶去不同的地方 遠程醫療來說 最終每一家、每一戶 都有一部這些東西 之後就應用到 有其他不同的病毒都可以做 廢奴、影響者、A&B 64歲的George 近40年前在加拿大畢業回流回香港 曾經在大型企業工作 亦都參與過不同的公職 二十年前開始投資在資訊科技界 現在我們有甚麼要做 我不知道 或者今晚我們吃飯 你知道吧 對 Nathan是George的兒子 正在讀醫科 並且以兼職形式 擔任光譜而檢測初創的聯合創辦人 我覺得 比起世界大一些地方來說 其實香港的健康科技的新興趣 其實是有少許落後的 已經有香港練習中的醫生 來做的開始 其實會對我們未來的健康科技 和新興趣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現在年輕人 當然他們有很多知識 因為網絡有很多東西 但他們未必有這樣的見識 所以跟知識和見識合在一起 我覺得是好的事情 兩故事的成長和經歷各有不同 在經營初創的時候 難免會有意見分歧 過程中他們都學會了 透過溝通互相理解 最主要是觀念各方面不同 你看到方法 你的投資是哪個角色 出來各方面都不同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增強溝通是很重要的 當然在別人面前 就不會跟他有太大的 disagreement 但是回家都有的 但是最後我想 最重要都是compromise in terms of business 那邊 我多數都是聽我爸爸 然後看回health care 或者可能research 那些爸爸會聽我多些 你看看 沒有計手滑腳 嘩 這麼熱的 你看看 你這些人認識的 你看看 這樣 對 對 無論工作多忙 George一家人同星期日 都會盡量聚在一起吃頓飯 希望見多些 聊多些 對 我們媽媽也是很喜歡 有個很舊式的思維 就是覺得家庭很重要 就是他們星期日 一定會一起吃飯 這是一個傳統這方面的東西 雖然他很忙 做事很忙 而且最近這幾年 他開始的事都很努力 但是他都會設定時間 來跟我們很多的爸爸都會在工作 所以就可能不會花太多時間 但是我爸爸不會這樣做 作為生意人 當年想將事業傳承給子女 但是也要考慮到子女的意願 George發展初創的時候 就選擇了兒子感興趣的主題 又在喜報階段邀請兒子參與 我已經年紀都不是小 究竟如何傳給下一代 這方面我也考慮過 很多我認識的朋友 他這時候不接生意 盡量有創新和創業的精神 他們年紀一代是非常興趣的 不然你創了一個基礎給他們 他跟著自己走上去 他們對他來說是一個挑戰 又是一個機遇 否則你整代做了給他們 他覺得也沒有什麼 他寧願不參與你 我們作為都是一個小企業 就是整體的健康系統 但是最後的目標是給社會 帶來總共有一個負責 我覺得我們如果是可以 變成那個負責的一小部分 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想我和爸爸都會再做 我覺得香港的醫療醫療 是太病毒了 配合兒子的喜好和市場觸覺 再加入自己做生意的智慧 George所搞的醫療保健相關初創 似乎正在同時滿足家庭和市場的需要 他亦身體力行地告訴大家 發展初創並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從我的心態來說 雖然現在聯合國 65歲以下都叫青年 但是我覺得這個創業的生態 不是一行業 當然能夠和小孩一起同行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你是一個大公司很舒服 但是我們做些 希望有不枉此生的感覺 就是出來試試 雖然年紀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其實裡面不是一個限制的 這個近代的力氣 你媽媽不認識 你自己跟別人說 我贏了 你自己在說話 我贏了 你什麼事 你自己在說話